在老实男友和帅气多金的追求者之间 他选择了后者 这个小护士梁红呀 实在是入不得陆小军母亲的法眼 天天和厉害婆婆勾心斗角 郁闷的梁红又找到前男友诉苦 被丈夫发现 朋友 我看是老情人吧 不舍现在的生活 却又想得到前男友的好 什么都想要的他将酿出怎样的苦果 贪心女人的悲剧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法律讲堂 我们今天的案例 从主人公梁红在结婚前 高高兴兴地去见准婆婆 结果却遭遇难堪的一幕说起 这天啊 梁红在男友陆小军的陪伴下 带着礼物来到了陆小军的家 见面寒暄以后 陆小军的母亲表情冰冷地 问了梁红几句话 然后递过来一个信封 梁红打开一看 里面不是充满祝福的红包 而是一份冷冰冰的婚前协议 协议大致内容是 一 每天下班准时到家 照顾好丈夫的起居生活 二 每周至少大扫除两次 三 南方的一切工作不得插手干预 等等等等 这份协议的内容 是从生活到经济到工作 等各个方面 是洋洋洒洒 足足有二十条 梁红看了实在是有些发懵 这是结婚还是一场交易 梁红的内心是五味杂成 当初啊 自己在陆小军的猛烈追求下 与相恋了四年的男友 左刚分了手 然后就跟陆小军 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恋爱 没想到第一次见准婆婆 就给了自己一个下马威 面对这样一个 带有合同约定的婚姻 梁红开始有些犹豫不决了 甚至是想打退堂鼓了 坐了一会儿 她就借故离开了陆小军的家 一出门 她就愤怒地质问陆小军 婚前嫌疑是怎么回事 是不是你的主意 你要是觉得我不合适 可以直说 干嘛用这种方式羞辱我 你妈为什么这么对我 早知道你妈是这样的人 我就不跟你交往了 陆小军一听火了 怎么 后悔了 你还是想找左刚事吗 我告诉你 甭想你生是我的人 死是我的鬼 你梁红这辈子只能是我陆小军的老婆 因为别人根本不配跟我争 看着陆小军如此激动 梁红的内心又说不出的滋味 之前陆小军对自己的确很好 要什么给买什么 但越相处 梁红心中越有一种不踏实的感觉 反而时时会想起 前男友左刚的好了 那么梁红为什么会如此纠结 既然前男友在他心里这么好 他又为什么想要嫁给眼前这个陆小军呢 梁红是个长相俊秀的姑娘 她和前男友左刚是同一所医学院校的同学 从大二开始两人就谈起了恋爱 郎才女貌的两人感情备受同学们羡慕 学生时代的他们也十分的相爱 大学的浪漫时光总是短暂的 临近毕业 左刚主动放弃了继续读研的机会 与梁红一起回到了梁红的老家 为的就是两个人不分开 他们还找了同一所医院的工作 二人虽然没有结婚 却早已是同事们眼中的小夫妻了 左刚自信地认为 他和梁红已经不可能再分开了 左刚一直勤奋努力 是一个非常有前途的外科医生 随着业务水平的不断提升 工作压力也在增加 每天都在为患者忙忙碌碌 两个人的见面时间也是越来越少 有时候一天能见上一面就不错了 虽然感觉有点愧疚 但是也实在是身不由己 他认为梁红非常清楚 和理解自己的工作状态 可左刚不知道的是 梁红已经厌倦了这种平淡的日子 有一天啊 两人原本说好了下班后一起去看电影 梁红也提前买好了票 结果又因为左刚要临时加班而告吹 梁红愤怒地对左刚大吼道 你是要工作还是要我 甚至为此提出了分手 气头上的左刚也随口说了句 分就分 他以为呀梁红是在耍小脾气 过几天就没事了 不料当天晚上 左刚就听同事说 看到梁红下班后上了一辆宝马车 驾驶室里是一个衣着光鲜的男人 轻刻间左刚到头嗡的一下就大了 马上拨通了梁红的电话 问道 你在哪里 咱们一起去吃个饭吧 梁红冷漠地说 对不起 左大夫 你不觉得晚了吗 我们已经分手了 我也有了新的男朋友 他也向我求婚了 你以后不要再找我了 左刚拿着电话 呆呆地愣了许久 梁红的变心 没想到竟是真的 自己和梁红从大学开始 这么多年的感情 此刻间竟然变得这么脆弱 那么这个让梁红舍弃多年恋情 以身相许的男人 会是谁呢 那这个开着宝马车 经常来接梁红的是什么人呢 就是节目开始时提到的陆小军 陆小军是当地某知名家族企业的负责人 其实梁红的移情别恋 一方面是因为左刚忙于工作 对他的疏忽 更重要的原因在于 陆小军对他狂哼滥炸般的猛烈追求 那是在三个月前 陆小军因为一次意外受伤 来到了梁红所在的医院治疗 细心而又漂亮的主枕护士梁红 让陆小军是一见倾心 陆小军每次都在梁红值班的时间段来换药 并且每次都要以感谢为由 送一些精致的礼物给他 最终梁红在陆小军甜言蜜语和价值不菲的礼物面前 动了心 选择了陆小军 在和陆小军的交往过程中 梁红可以肆无忌惮地去买各种名牌奢侈品 还可以撒娇地要求男朋友放下工作 去陪自己游商玩水 在他看来啊 这就是最幸福的女人 两人交往还不到两个月 梁红发现自己怀孕了 陆小军趁热打铁提出结婚 而急于嫁入豪门的梁红 也理所当然地同意了 两人就开始商量结婚的事 婚前总得先见一下家长吧 结果准婆婆拿出了这份婚前协议 给了梁红一个大大的下马位 梁红该怎么办 这个婚该不该结 梁红想知道陆小军的妈妈这样做 究竟是因为什么 陆小军恋上了护士梁红 陆家父母认为门不当 护不对 甚至怀疑梁红是另有所图 在陆小军一再追求下 梁红终于嫁入陆家 但婚后的生活并不幸福 跟婆婆的勾心斗角 充斥着梁红每天的生活 这简直让她崩溃 不如意的生活 让梁红又想起前男友左刚的好 并时常找左刚速 没想到被陆小军发现 从而引发了一场家庭战争 贪心女人的悲剧 正在不出 原来陆小军的妈妈 对自己的儿子是非常了解 儿子凭借自己优越的物质条件 经常沾花惹草 女朋友不知道换了多少个 她以为儿子只是跟这个漂亮的女护士 玩闹而已 就没有多加干涉 没想到儿子这回居然是认真的 谈了没几个月 就要跟这个门不当户不对的 小护士结婚 这回当妈的可坐不住了 她觉得自己的儿子 找一个地位相当的美女 不在话下 怎么能娶一个家境平凡的 普通小护士呢 而陆小军告诉母亲 说梁红是个护士 她非常会照顾人 我现在需要的不是帮我工作的人 她最好什么都不要惯 照顾好我的生活就行 和梁红这样的女孩结婚 才是我的最佳选择 就这样 母子间的几次谈话 都以陆小军的坚持而告终 当妈的觉得拗不过儿子 就只好认可 可是这个小护士梁红呀 实在是入不得陆小军母亲的法眼 甚至怀疑梁红是另有所图 于是她便想出了这么个主意 要梁红在结婚前先签了这个婚前协议 梁红左思右想 尽管未来的婆婆不好相处 但是经济基础很重要 而且陆小军也答应过我 结婚之后不会和父母住在一起 大不了减少交往就行了 梁红还是在协议上签了自己的名字 从这件事情上啊 梁红就隐约的感觉到 以后的日子可能不会那么好过 一个月后 两人举办了盛大的婚礼 童年年底一对可爱的双胞胎降临世间 宝宝的出生啊 并没有给梁红带来更高的家庭地位 年轻人和上一辈人 对孩子的教育理念成了最大的代沟 婆婆对梁红是百般的看不上 从给孩子喂奶的时间 到给孩子用不用纸尿裤 她都要管 这让学医出身的梁红 实在是无法接受 婆媳矛盾每天都在升级 而工作忙碌的丈夫也不能经常在家 跟婆婆的勾心斗角 充斥着梁红每天的生活 这简直让她崩溃 终于挨到了产假结束 该去上班了 梁红的低迷状态 让她在工作中捋捋失误 身为同事的左刚看到了这些 问她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这一问呢不要紧 之前和左刚在一起的种种往事事 一一浮现在了梁红的脑海中 梁红顿时泪如雨下 敞开心扉地和左刚说了婚后的种种不如意 当初我们都还年轻 现在既然已经这样了 我们就要过好眼前的日子 左刚下到好处的安慰 就这样啊连续几天 下班之后 她都要赶来听梁红发泄一下 再让她回家去 有了左刚的安慰 梁红的情绪似乎也好了很多 但左刚毕竟是前男友 身份特殊 这总是见面聊天 即使两人无心 观者却难免会有他乡 尤其是当梁红的丈夫陆小军知道后 更是怒不可遏地开始质问梁红 一天梁红和婆婆 因为带孩子的琐事大吵大闹 保姆不得不打电话 把陆小军叫了回来 没想到的是 这次呀 陆小军站在了母亲的那边 怪罪梁红事儿太多 这下让忍耐已久的梁红 彻底的崩溃 他哭着放下孩子 跑出了家门 梁红在单位配药室里 做了一夜 开始后悔自己当初的虚荣 把经济看得太重 第二天 他就给左刚发了条信息 说 想和你聊聊天 过了很久 下了手术台的左刚 看到信息 回复了一句 晚上见 等你 这天 他们两个在医院里 聊到了很晚 梁红回到家 一进门 丈夫就问他 怎么这么晚才回来 他随口说了句 加班 就应付过去了 第二天 梁红依旧很晚回来 一进门 陆小军就从客厅的沙发上 站了起来 面红而赤地问道 又这么晚回来 你干嘛去了 跟朋友聊天来着 梁红回答 朋友 我看是老情人吧 陆小军一边说着 一边狠狠地瞪着梁红 原来呀 本就对晚归的梁红 有着猜忌心的陆小军 终于找到了机会 仔细地翻看着妻子的电话 当他看到那条来自左刚的 晚上见等你的微信时 顿时就火矛三丈 他认为妻子和前男友 本身就在同一单位工作 天天见面 一定是旧情复燃了 面对丈夫的质问 觉得自己一点都没有越界的梁红 是非常气愤 从这一天开始 陆小军对待梁红的态度 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经常说一些带刺的话 来刺激梁红 无论去哪里 跟谁去都要跟他汇报的一清二楚 被怀疑和猜忌 沾满了心的陆小军 是整天的心神不宁 胡思乱想 一天 一单生意被他弄砸了 父亲狠狠地骂了他一顿 赌气的他 找了几个朋友出去喝酒 期间 一个朋友开玩笑地说 君哥 上个月我在医院门前 看见嫂子和一个帅哥在一起 你可得有危机感啊 好好把这么漂亮的嫂子 留在身边 本是一句玩笑话 却深深地刺痛了 陆小军那颗善于猜忌的心 回到家 妻子去上夜班了 母亲在身旁不停地 唠叨着妻子的不是 听得陆小军是心烦意乱 他决定要去找左刚谈谈 警告一下 那个惦记着自己媳妇的人 他是抄起电话 晃晃悠悠地跑出了家门 边开车边骂骂咧咧地 给左刚打电话 问他在哪里 要他出来 其实在左刚的心目中 梁红依旧是当初恋爱时 那个单纯可爱的小姑娘 当他听到这么多梁红 在婚后受到欺负的事 本就为他抱不平之时 还接到陆小军打来电话 并如此出言不逊 于是正在独自喝酒的左刚急了 也决定给陆小军点教训 就这样两个刚喝过酒的男人 见面了 叼着香烟的陆小军气势汹汹地警告左刚 以后放规矩点 离梁红远点 没想到左刚是微眯着眼睛 用挑衅的蔑视的眼神瞅着他 陆小军觉得受到了奇耻大辱 更火了 一边把没抽完的半根香烟朝着左刚的脸就扔了过去 一边破口大骂 不堪入耳的语言 让左刚觉得坐眼前这个男人的妻子实在是委屈了梁红 他开始还击 骂陆小军 你小子除了有几个臭钱之外 你什么都不是 根本就配不上梁红 梁红找了你这样的混账东西 真是瞎了眼了 被激怒的陆小军上去就是一拳 打在了左刚的脸上 随后两个人就撕打了起来 越来越激烈 接着酒劲的陆小军 一下子失去了理智 跑进小卖部里 拿着一把菜刀就冲了出来 直奔左刚的头就砍了过去 但身高和体重都不占优势的陆小军 根本就不是左刚的对手 转眼间 左刚把刀抢到了手 陆小军见状是转身就逃跑 这时候心仇就恨涌上心头 愤怒的左刚是拼命地往前追 忽然陆小军被石块绊倒 左刚是乘机追上 照着陆小军的头就砍了下去 顿时鲜血直 陆小军是顾不得自己 哪里受了伤 哪里流了血 努力地起身 接着往前跑 最终倒在了医院的门口 虽然就在医院门口 但是还是没能留住他的生命 闻讯赶来的梁红大声哭喊 医院保安控制了左刚后 随即报了警 陆小军去世后 他的父母悲痛万分 偌大的家族企业的继承人 他们唯一的儿子 惨死于他人刀下 悲伤之情是可想而知 父亲因此精神失常 母亲也一下子老了许多 强烈要求严惩凶手 法庭之上犯罪嫌疑人左刚 为自己的杀人行为辩解 左刚说自己是正当防卫 被害人家属说是故意杀人 法庭之下梁红以为 他的两个孩子是家族财产 唯一继承人 但现实却给了他当头一棒 他的两个孩子居然不能 如他所愿的继承财产了 左刚的行为法庭会如何认定 梁红的两个孩子 是这个家族唯一的血脉相连人 但为何不能继承遗产 贪心女人的悲剧 正在播出 法庭上 左刚承认自己行凶 因为陆小军 抢了自己的女朋友 让他在人前总感觉抬不起头来 再加上陆小军主动找上门来的挑衅 让他失去了理智 结果筑成了大错 左刚说自己是正当防卫 被害人家属说是故意杀人 那么人民法院如何认定 左刚的行为呢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法律关键词 正当防卫与故意杀人罪的区别 正当防卫是指 对正在进行不法侵害行为的人 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 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 不负行事责任 它应该符合四个条件 一 正当防卫所针对的必须是不法侵害 二 必须是在不法侵害正在进行的时候 三 正当防卫所针对的必须是不法侵害人 第四 正当防卫不能超越一定的限度 故意杀人是指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 属于侵犯公民人身民主权利罪的一种 是中国刑法中少数性质最为恶劣的犯罪行为之一 我国刑法第232条规定 故意杀人的处死刑 无期徒刑 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故意杀人罪是行为犯 只要行为人实施了故意杀人的行为 就构成故意杀人罪 由于生命权利是公民人身权利中 最基本 最重要的权利 因此 不管被害人是否实际被杀 不管杀人行为处于故意犯罪的预备 未遂 争旨等哪一个阶段 都构成犯罪 应当立案追究 本案中 当陆小军的刀被左刚抢到手 陆小军转身逃跑了 这个时候 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行为已经不存在了 所以不符合正当防卫的成立条件 左刚是怀着报复的动机 在陆小军已经逃跑的情况下又追上 并将陆小军砍伤致死 其行为已经构成故意杀人罪 最终 人民法院判决 左刚犯故意杀人罪 判处无期徒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丈夫陆小军被害 前男友左刚也被终身关进了监狱 悲伤的不仅仅是双方父母 还有梁洪 家庭矛盾竟然导致了这么惨痛的结局 这远远超出了梁洪的预期 婆婆每次见到梁洪就骂她是个灾星 面对婆婆的百般刁难 梁洪实在是无法忍受 于是带着孩子离开了家 公婆从此不许她登门 并因此断绝了一切经济资助 梁洪自己带着两个孩子 日子是十分艰辛 后来呀 她也想明白了 既然已经闹僵了 惹不起 那我就躲 反正不会对我有任何影响 到最后 你们家的财产都得是我儿子的 我代替孩子来管理这些财产 理所当然 将来这不就是我的了吗 梁洪想的挺好 但现实真的会这样吗 不久 精神失常的公共就去世了 婆婆的身体也越来越差 一年之后也撒手人寰了 人都不在了 梁洪想着去处理后事 继承遗产 但这时她才发现 她的两个孩子居然不能如她所愿的 得到所有遗产了 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呀 婆婆觉得梁洪不可靠 况且她还年轻 将来可能会再婚 孩子们又这么小 再婚后再改了别人家的姓 把这么大的家业给了外人 经过咨询专业人士 婆婆决定将九千多万的财产 设立家族信托 约定受益人为其两个孙子 及其直系血亲后代非配偶继承人 也就是说 受益人只能是其两个孙子 以及两个孙子的子女 不包括他们的配偶等其他人 陆家就受益人进行了这样的约定 一 两个孙子在未成年之前 对本金和收益没有支配权 在未成年之前 只能运用信托财产的收益 来支付必要的学习支出 二 两个孙子在18至25岁之间 可以支配收益 但是不能支配本金 25岁以后 本金和收益均可自由支配 但是需要兄弟和睦一致决定 第三 若两个孙子改姓 则丧失对本金和收益的支配权 这样 通过家族信托的形式 陆家的财产和两个孙子的将来 都得到了很好的保护 如果按照梁洪的心愿 陆家的财产在陆家父母去世后 将会一次性的全部由两个孙子代位继承 因孩子年幼 所以会由他们的法定代理人 梁洪代为管理 这样 陆家父母所担心的一切 就都有可能发生了 知道这一切的梁洪 看着两个年幼的孩子泪如雨下 看来这以后的日子也不会好过 观众朋友们 幸福生活 的确是需要有良好经济基础的 可这一定不是全部 本案中 梁洪其实是拜金的 当她选择了拜金的婚姻以后 并没有得到幸福 婆婆对梁洪的猜忌 以及在婆婆挑唆之下 导致儿子陆小军对梁洪的猜忌 最终导致了悲剧的发生 左纲也因一时冲动而葬送了自己 令人叹息 好 感谢您收看本期法律讲堂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法律资讯 请关注栏目服务号 再见 他迷信算命先生的话 遇到点事就要去算算 张审算呀 烦不胜烦 想了个招 把赵大勇支走 听了神算的话 她背井离乡 后来发现世事不顺 爱情没了 事业没了 父亲晃了一圈大狱 奔向风勋化吉 却因此处处碰壁 这究竟是谁的错 给人算命 丢性命 明日播出